大家好, 我是Sarika 5月7日沙田马场将会上演主席短途奖 让我立即出动游戏车 备至这场1200米的国际一级赛 上个月在1200米二级赛短途锦标 击败了一众本港顶尖短途好手的 二号马红衣省臣 相信应该是会最备受注目的马 不过大赛当前 我总是觉得杯黄约翰摩雅 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大摩今次派出六号马新力峰 十二号马飞来马两匹马列振 其中新力峰 贵初曾经在同情二级赛 马会短途锦标爆冷获胜 今次不知Race Simulator 怎么看它的增胜机会呢 这部的时候 幸福指数应声弹出 幸运如意奥斯卡都出得快 外当首饰太阳飞来马 起步都没执书 之后就是华欣亭新力峰有得威 红衣省神贴难尾尔 开始着人这一弯 捕捉正常的 幸福指数在前面单騎领防领先两个马位 幸运如意奥斯卡守住二三位 首饰太阳和菲来马 迫不来走外叠 红衣省神在内档走到上来拍着华欣亭 新力峰有得威开始出外档 进来最后直路 前面幸福指数仍然领先两个马位 幸运如意不让他走 开始骑上来逼他 奥斯卡移出外档追 红衣省神都现身在内档冲上来 新力峰有得威 拼得外呼禁外 再有200米 前面还是幸福指数带头 幸运如意还未追到他 奥斯卡冲上来就不多 反而内档红衣省神冲得挺厉害的 前面还是幸福指数押着幸运如意 但是红衣省神这两部 突然好像开多了个马打 三下轮回就追上来 过了 过了红衣省神第一 幸福指数第二 幸运如意第三 华欣亭就后上第四 新力峰没断虽然有份追 结果只是跑第五 没什么惊喜 看完《赛选拳》的分析 我有点不同的意见 新力峰在预演表现虽然一般 但看回这次赛事形势 一毫马有型格退出之后 全场只有四毫马幸福指数 是惯常前领马 而新力峰赢马会短途赶标时 起步后是尽量在前面跑 这次既然前领马不多 何不采取主动 再次摆在前面走 状态方面 新力峰三月那时 虽然曾经远征倒拜 但回到香港之后 一直未再上阵 养征促裔自跑金像 再看他三月二五日 参加的一货田草试集 他不但以很松容的姿态 跑完全程 而且低速还相当快 看来休息过后 他的状态已经完全合适了 其他对手方面 八号码首飾太阳 虽然是惯常跟随领方马跑的马 但金像排外档起步 加上内侧 又有不少跟他同类跑法的马 为克服劣档 不排除他会选择留后跑 第一步的时候 幸福指数应声弹出 新力峰拍着他抢前 幸运如意奥斯卡都出得快 外档菲来猛起步都没有执书 之后就是华欣廷友德威雄一省神 开始正起回来 步速很快 幸福指数拍着新力峰在前面斗放 幸运如意奥斯卡守住三四位 菲来猛都迈到来内乱 守住第五位 华欣廷走上来拍着他 之后就是友德威雄一省神 进到来最后直路了 三分派在前面拍着斗 来兰领先射少是幸福指数 幸运如意新力峰都拍到上来 华欣廷友德威和红衣省神 全部都拼出外档冲 再200米 前面还是幸福指数领先射少 幸运如意新力峰还没过到他 后面冲得最厉害就是华欣廷 前面幸福指数有点转弱 外档新力峰这两目上来过他 大外档华欣廷整支箭上来 但前面新力峰压着幸运如意 看来赢得了 过周点新力峰第一 华欣廷追得很厉害 追过第二 幸运二第三 幸福指数第四